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宝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哄,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听闻你今天是不是太热醒了 因为通常晚上到凌晨的时间是比较热的 因为我房间的风扇,我调了timers 刚好变热的时候 风扇已经停了 所以就热到醒了,真是无奈 为什么这样问大马sir呢? 因为这个极端天气真的很大 我们都说过,我都不想说 但是作为一个环境工程师 有时难听些说再劫难逃 因为极端天气 事件是不断有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今年压意来落现象 全球暖花 就带来了这样的东西 想不到 连这个荷兰 荷兰其实是很罕见的 其实 荷兰 昨天也遭受到风速达到每小时145公里 这个相当罕见 下季 风暴的 是 肆虑的 我们知道 美国也是如此 美国 有龙卷 还有其他地方也有风暴 美国有 很多很多 从圣诞到现在已经有各种类型的极端天气 亦是极寒和热浪 荷兰也是 荷兰其实 就跟美国 过去这个月发生的风暴一样 是很不幸地 令到有人离开人世 其实 这个国家大部分的民众 就被 当地政府敦促他们要留在室内 因为出行 会有巨大的风险 而且 你出去都没用 因为 很多地方都行不到车 树倒下来 那 出行已经受到严重的干扰 在荷兰 在北荷兰省 哈勒姆市 其实警方就说 当一棵树倒下来的时候 因为 有部车 就是 走避不及 棵树倒下来 很不幸地 一位51岁的妇女 是 离开了人世 在首都阿姆斯特丹 几十棵树 我们在鲁特丹和阿姆斯特丹 都有 网友居住 希望他们 平安 几十棵树 被风暴 吹倒了 那导致 运河沿岸的汽车和船屋 因为有些船屋 是受损 造成多人受伤 荷兰 国家气象研究所 就向包括 阿姆斯特丹所在的北荷兰省发出最高级别 你记住最高级别的 红色风暴 警暴 敦促国外民众不要出街 并且 在生命是有危险的时候 就立即要撥打紧急服务热线 他们就说这场 风暴 叫玻璃 是荷兰下季以来最严重的风暴 亦是 自从 18年1月以来最强的风暴 荷兰的强风暴 通常 不是这个季节 所以很罕见 但是你知道 全球都反常 极端天气 所以很难去预测 很难去避免 是的 突如其来一来一来 没错 有这么厉害的 没错 通常是发生在 10到4月之间 上一次的 夏季强烈风暴 是发生在2015年 那次更厉害 是多过世纪以来首场风暴 所以 极端天气 其实已经对于我们 过去对于 某些天气事件的认知 已经打破了 夏季风暴 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因为 树上的叶 很重 枝繁 是不是 这个叫 这个枝繁贸物 是不是叫做 其实 我们看到 5月和6月 在以上漫长的干旱期间 其实很多树木 都变得很脆弱 阿姆斯特丹 这个机场 这个机场 是欧洲最繁忙的酸流之一 其实 昨天 他们也有400多个航班取消 预计 基本上今天还是有很大的航空交通限制 还有就是火车營运商 荷兰铁路 NS 和 Arival 亦停止了荷兰北部所有的服务 而阿姆斯特丹北部的一条 高速公路 亦都因为是落树 而要关闭 又排清理 没错 风暴 将会在 这个国家北部 向东飘移 预计 到时才会减弱 这 几年的极端天气 大家都明白 亦都令到很多人 财产 甚至是有 自身 损失离世 我们看 你别说了 香港 原来都已经 受到很大影响 这个季风章子 原来 香港 漁业相关的保障机制 好像 不够好 所以 现在 有人就提出 是不是需要 是要 将这些极端天气事件 带来的冲击 是要提上议程 原来是这样 原来 政府过去三年 想不到 都有 三千个个案 受到极端天气事件 比之前多很多 你想想 香港 香港是一个很和平的地方 但香港都是 这么多这些事件的时候 都是要 全球都要反思一下 原来 过去三年 批了三千多个个案 就是根据这个极端天气的状况 依据 紧急救援基金条例 是发放保座 发放了一千万港元 除了香港之外 其实中国大陆 都是 不是那么平静 昨天中国和 其他几个亚太国家 同样遭受到贵后性 大水 和 热浪高温的影响 气象部门也说 世界各地 今年夏天 和秋天 极端天气事件 会比 其他时候 会更长 现在就是个例子 我们看 中国官媒也说 重庆 发生了 大水已经造成 很不幸 15人归天 4人不见了 中国的 大水的严重程度 在电视当中都看到 好像 河南救援人员 救出两名 因为 这个很急 河水而受困在车顶的人 很震撼的画面 新闻的画面就显示 当地司防员 是用无人机给他们 送上救生意 然后 用起舱机 将他们调到 安全的地方 其实很多地方都这样 厄以利用的现象就是这样 所以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说不合作 当然他们说很想合作 但是 你经常 合作下合作下 又突然之后 我怎样怎样 去 大家都是 过不了日子 除了在 香港 其实 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 都有 很多事情 亦是因为 极端天气 我说过有一个混血仪的 KOL 他母亲是上海人 他父亲是比利是人 他本来想着 住台湾 结果 太热了 因为他懂得说普通 他跑回比利是人 他真的受不了 我相信 他在台湾 中浦还是哪里 北浦 但是 台湾都很失热 不是的 今年也挺反常的 你知道这个厄以利落现象 很多事情 都已经打破了 我们惯有的一些印象 中国大陆的官方数字也显示 大概20个城市 这个星期是发生了洪水 很多城市的温度超过38度 你们现在也应该37-38度 有 今年 已经是凉了 还好这几天 泰国 因为你们 比较热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比较热 但他们也有人 热到离世 印度也是 印度也是 印度很多 印度 印度真的很多 另外 日本也是 日本 日本西南部 上周末的时候 大雨导致 房屋被浸了 亦是最少一个人离开人世 其实 截止到星期三 日本的几个院 仍然 发布风暴潮 警告和警暴 另外 你们来自东南亚 柬埔寨 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官员 亦都说 一前 的强降雨 为他们带来了150毫米的降雨量 亦都是金边三年以来最大的日降雨量 但是你知道 他们基建比较落后 排水管太小 所以 现在 很多的学校都已经浸到半米深 与此同时 东亚大部分地方 还有地方是 酷热的 所以你看到 全球是 难以横眠 难以横眠 上周四和五 其实台湾就开始热了 原来 今天 和明日 台湾预计 某些地方 最高是四十度 虽然能够单 简单把一次热浪归咎于气候变化 但是科学家都觉得无用置疑 不是好像右翼的人说 没有的 无用置疑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各地的热浪 现在变得更加热 更加频繁 持续时间最长 越来越长 其实这个 盛樱现象或者厄意利落现象 平均会 两到七年就发生一次 今年应该是 最强烈的一年 当然这个预测 2016年就是最强烈的 但是今年 看来 到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看回这个世界 气象组织 公布的数字 厄意利落现象 在2023年下半年持续的可能性 对不起 是达到九成 即基本上都会继续这样 热的地方热 大水的地方大水 冷的地方可能会极冷 所以 只要这么说 大家再不 爱惜这个地球 大家 难听说 一窩端或者一窩熟 所以我也是 挺佩服的 记得 沙特没有朝圣 45度 45度 很坚定的 用这个信念 我觉得这个信念 有点像环保秦始皇 林超英 林超英是穿着衣服的 但是他们的信念之下 有些人是顶不住的 好像26号 有2700名信仲 太热重暑其中4000人送医院 都顶不住 没办法 沙特当局 不断向民众 射水降温 并且安排 3万名工作人员 和几千部救护车 帮助众暑人士 始终 45度就45度 你真是没办法的 美国南部 我们之前说过多处地方有热浪 最少也有17人走了 所以看到 难听说我觉得 再劫难逃 但是 完全没有希望 不是急急做 亦只可以急急做 其实澳湖战争快点完结也是好事 但是不知何时远 因为如果快点完结 大家 因为现在你知道 石化能源本来 是可以慢慢逃 现在都是加速 但是也有些地方开倒车 用 燃煤发电厂 现场燃煤发电厂的寿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